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谈没有结果 并不叫人感到意外 俄罗斯内方的立场站得很硬 就是乌克兰必须非军事化 不得加入北约 必须在地缘政治上保持中立 那对于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 中国官方媒体在积极报道之余 也保持克制 保持谨慎态度 而中国社交媒体上呢 对于这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关注 却是非常之高 充满了对相关话题的讨论 那么支持俄罗斯的网民就认为 政治上呢 俄罗斯坚持打这场仗是有它的根源的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的扩张 已经是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最终影响到了俄罗斯的根本安全利益 那么大家都知道 北约是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当初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遏止苏联为首的共产国家势力的扩张 但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 北约不断没有消失 反而还进行了五轮的东扩 原本属于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 以及原苏联加盟国 纷纷加入了这个军事组织 现在剩下的几个前苏联加盟国 有一些也在蠢蠢欲动 乌克兰呢 就是其中一个 而它的地理位置 就像朝鲜跟中国一样 而这一派网民就认为 俄罗斯现在攻打乌克兰 以及当年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 他们说是一样的 是必须的一项自我防卫的举动 否则 敌人现在把大炮树立在你家门口的时候 一切都太迟了 而反俄罗斯的网民则认为 中国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跟俄罗斯成兄道弟 因为俄罗斯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有网民还翻出了1969年3月4号 中苏交恶期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头版社论 题目就是打倒新沙皇 借此来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有网民甚至还举出了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 给予中国后代必须提防俄罗斯的忠告 他们说当年压聘战争之后 清政府在英国和西方国家压力之下 把他扁到新疆 当时俄罗斯一直在新疆 兴风作浪支持当地的反派势力 晚清的中国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 西方国家都在虎视眈眈 要想着怎么瓜分中国这块肥肉 林则徐晚年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英法诸国皆不左患 终为中国之患者 其俄罗斯呼啊 他说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都不是大问题了 最终会成为中国忧患的是俄罗斯 有网民呢还贴出了一份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 顺序表用历史呢来介入讨论 翻开中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确不少的土地被俄罗斯给侵占了 比如说1858年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爱辉条约 那个时候呢是割让黑龙江以北总计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去 那么之后北京条约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 总计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改定条约割让了中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就是说在不到两百五十年期间 中国因为沙俄的侵吞竟然丧失掉了三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个面积比两个新疆还大 而在民国年代 俄罗斯呢更背后支持外蒙古独立 成为蒙古国 并逼迫中国承认蒙古国为独立的国家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总而言之呢 在中国的网络 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成了热搜榜的榜首 而在这件事情上 中国最终他们的立场会怎么样 这继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